花椰菜是国内常见的蔬菜 但一株大约利用率只有六成 其他金的部分大多没有利用价值 为了提升国产花椰菜全株利用率 农粮鼠成功建制 首创国内花椰菜全利用加工设备 从花到金都被充分的利用 另外牛番茄也可以开发成多元产品 成功创新加值 一盘盘套餐料理 有白白胖胖的水饺 还有重口味的糖醋里基 看起来美味好吃 不过您发现了吗 旁边的米饭似乎不太一样 原来这是用花椰菜的金 做成的花椰菜米 花椰菜是国内常见的蔬菜 但一株大约利用率只有六成 底下这块粗粗的金大多都丢弃 农粮鼠成功建制首创国内花椰菜 全利用加工设备 从花到金都被充分利用 并且利用瞬间液态冷冻系统 锁住花椰菜米的鲜美 不仅有别于进口花椰菜米的加工技术 更完整的保留国产花椰菜 全株价值 另外国产牛番茄也成功开发 多元可口零食和营养营品 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 大概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不管是我们的花椰菜或是番茄 所以我们特别开花了这样一个技术 链接官产学的紧密合作 开创一系列突破性的加工技术 及农特产品 国产花椰菜米和牛番茄成功创新加值 记者中部资本档